镜头回到台湾来看看这真的很恶劣 新北市淡水有两名窃贼光天化日之下 搬走了小妙的功德箱之后 在路上撞到了一名正准备去祭拜父亲的谢姓男子 男子呢被撞到坠落了三公尺深的山谷 不过嫌犯竟然直接骑走被害人的机车逃逸 这让谢姓男子延误送医弃绝身亡 目前警方正在追捕这两名恶劣的窃贼 画面中的两名男子急急忙忙的把重达三四十公斤的功德箱 搬出庙 光天化日之下静赶来正在施工的庙里偷东西 庙方人员得知消息连忙追查功德箱的下落 却在一公里外发现脏车 一旁还躺着一名男子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发现这辆车子撞到电线杆 那车上有该庙宇的香油钱箱 那并于旁边的拨盘下发现一具谢姓男子的尸体 上午九点半两名窃贼骑着偷来的机车准备窃取香油钱 没想到功德箱太大载不下 半小时的功夫竟然又偷了一台乡行车来载功德箱 不过当窃贼成功离开了小庙 疑似是撞上了一名骑着机车 要去祭拜过世父亲的谢姓男子 事发之后警方到场发现他的机车已经不在现场 很可能就是窃贼骑走的 而谢姓男子也已经弃绝身亡 上次也是可能有针对这个部分的相同类似的手法 那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去撞到一些比较无辜的路人 整体案件和今年二月发生的一起偷车撞人案件相当类似 只是偷东西还闹出人命 警方正在积极追查 要让嫌犯给心痛的家属一个公道 记得蒋运奇方长一新北采访报道